哈喽大家好 我们继续聊这个 Genting Malaysia 上次我就有讲到 他的命运呢 有两天 第一个呢就是他公布 他的月记之后 第二个呢就是才争议算案 这样 他公布的月记 他就说 他亏了 390多个Million 这个在 账面来上账面来看呢 当然是很不漂亮很不好 应该是会吓走很多人的 但是呢股价又没有什么给我 呃 没有便宜 看来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个 现金流表跟这个什么 呃 Balanceship 呀很多人会看 不是只是会看银账7罢了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财政争议算案 啊就是很多人担心啊 会不会有什么 呃 读破税啊 或是说一些 资本 capital capital gain tax 之类的东西啊 或是说对一些 投资很不利好的一些 测试啊 tax之类的东西 这样是昨天晚上公布了咯 没有啊 又没有什么 对银顶不好的消息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啦 对我来讲 所以基本上他这两个 呃 利空的这些因素呢 都已经没有了了 呀 都已经 反映在股价上面了 呃 我认为呢 下个星期的时候 银顶 大麻 或是说银顶 急传 应该有一些表现啊 应该是利好吧 应该是会弹上去吧 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 啊 这个是站在这些 呃 业绩报告 跟这个财生预算案的想法 呀 这是我个人想法 应该是 止跌了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坏消息 呃 最坏的 因素 暂时就过去了 这样已经没有坏消息的话 股价呢 应该会弹上去 呀 问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他技术分析 可以看到 他股价收盘价是2.72 而他的这个 投码风 poc 就是这条 红色线 曲线 就是2.76 2.76 2.76呢 就是大多数人的本钱 如果他有机会 弹上去到这个2.76突破 弹上去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加码加参加 或者是说要再重新满路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价位 啦 当然同样的 他的这个主力大概是2.8到3块钱 这个才是在那边 这边 还是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话 买在2.7 2.8 我才是觉得ok的 因为应该就 继续往下跌机会应该是少很多 财政预算案之前 有很多东西不明朗 呃 那时候我就说看下先吧 看清楚先吧 现在已经看清楚了 呃 呀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啊 还可以的 所以现在就看这个poc 会不会突破 如果是站在技术分析的讲的话 突破呢 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啊 如果他在突破这个200天均线2.8 哎 这个就可能就继续往上冲的机会就很多了 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呢 站回去这个200天均线 两下个礼拜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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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